这绝对是2023年超刺激超炸烈的动作电影 毕竟上映就获得8.5的高分 演员都是海豹突击队员 并且得到国防部大力支持 军迷们不能错过的嘉评 故事一开始 芬兰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怕武器 仅凭声波就能让人类丧失理智 变成只知道战斗的怪物 一旦落入军阀手中 将会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 山姆小队临危受命 决定再度返回基地抢回夺魂机 为此他们新加入索纳塔 和杰克两名精英队员 并且还有老白空降的爆破高手皮特 他们乘坐飞机悄悄返回营地附近 将几名巡逻士兵解决后 索纳塔作为狙击手 迅速占据制高点创造机会 很快索纳塔发现通往军营的卡车 一枪将司机解决后 副驾驶的士兵慌张下车四处查看 结果被赶来的山姆一枪解决 随后他缓缓靠近卡车 这才发现里面运送的人质 竟然就是上次分别的艾比 艾比对于自己获救并不开心 原来艾比和发明夺魂机的教授是妇女关系 而此时教授同样被军阀抓为人质 艾比故意被抓 就是想混进军营救出父亲 如今计划被山姆打乱 艾比只好选择与他们合作 他们换上士兵的衣服 想要蒙骗通过关卡 然而对方明显智商在线看出端倪 守在远处的索纳塔立马紧张起来 做好了开枪准备 好在一番检查过后 士兵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这才让山姆等人顺利通行 另一边军营内部 教授正被将军威胁恐吓调试机器 但教授一心认为自己的发明 理应用来救人而不是杀人 因此拒绝为将军工作 可就在这时 几名士兵压着艾比来到教授身前 将军直接以他女儿性命做威胁逼 很快占据至高点的索纳塔 发现无线电信号突然中断 原来是教授已经重新调试好武器 就在这时买家抵达基地 当看见整整一铁箱的美金 将军知道是时候展示武器的威力 他将夺魂机对准几个囚犯 随着一道声波冲过 笼子里的人瞬间昏死过去 等他们再度醒来 就突然变得无比狂躁 如同丧尸一般开始相互撕咬 可买家却怀疑这是提前安排好的作秀 将军听完直接下令 将一名研究人员送进铁笼 直到看着他尸骨无存 这才决定将武器打包带回 而另一边潜入基地的山姆等人 已经成功找到教授 根据原本的情报 山姆等人需要解决教授 防止再有这类武器出现 可教授面对山姆的枪孔 根本没有丝毫惧怕 甚至恳请他解决自己 只希望山姆能够救出他的女儿 得知教授本性不坏 只是被逼无奈后 山姆决定带着教授一起离开 另一边乔治救出笼子里的囚犯 并给他们分发武器 只有将局面弄得越乱 他们才越有机会成功 这时基地内传来一声巨响 队员提前引爆安置好的炸弹 买家对于基地大乱没有丝毫关心 如今机器就快打包完成 可就在卖家准备撤离时 将军却突然操控夺魂机 对准下方人群开始无差别攻击 随即一枪解决卖家 带着钱箱和武器准备逃跑 而被光波扫中的士兵 则瞬间化身嗜血猛兽 场面变得越发失控 山姆将眼前的敌人解决后 立马驾车朝逃跑的将军追去 一番追逐过后 山姆成功打败将军抢回夺魂机 然而当他们将装置带回去交给老白时 却意外发生变故 原来老白根本不想将机器摧毁 而是想着据为己有